今天我们要聊聊亚马逊的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 看看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商巨头在过去三个月里都发生了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亚马逊的财务数据 根据财报显示 第三季度亚马逊营收1431亿美元 同比增长13% 运营利润为112亿美元 同比暴增348% 净利润为99亿美元 同比暴涨241% 每股摊薄收益0.94美元 同比增长236% 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显示出亚马逊在疫情后的复苏势头 那么亚马逊是如何实现这样的业绩增长的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电商业务恢复增长 促销活动和广告服务助力 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平台 其电商业务是其核心收入来源 从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亚马逊在北美和国际市场上的电商销售都有所增长 其中北美市场增长了11% 国际市场增长了16% 这主要得益于今年7月举行的Prime Day促销活动 以及广告服务的强劲表现 Prime Day是亚马逊每年为其会员用户举办的全球购物节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推迟到了7月份 据亚马逊称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Prime Day活动 吸引了超过2亿会员参与 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超过110亿美元的销售额 这也带动了亚马逊在线商店竞销售额 同比增长7% 达到572.67亿美元 另一方面亚马逊广告服务也表现出色 竟销售额同比增长26% 达到120.6亿美元 这说明亚马逊平台上的品牌商和卖家都在加大投入 在线广告市场竞争激烈 广告服务也为亚马逊提供了高利润率的收入来源 有助于提升其整体盈利水平 二 断臂求生 成本削减见成效 如果说电商业务是亚马逊的第一增长曲线 那么云计算服务OS就是其第二增长曲线 OS是亚马逊旗下提供云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部门 也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云服务商 OS在第三季度竞销售额为230.59亿美元 同比增长12% 运营利润为69.76亿美元 同比增长29% 虽然OS仍然是云市场的领导者 但其增速已经不及微软和谷歌等竞争对手 为了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 亚马逊在今年进行了多次裁员和重组 以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 今年1月份 亚马逊宣布裁员18000人 主要涉及人力资源 商店 体验和技术等部门 今年3月份 亚马逊又宣布裁员9000人 涉及OS 广告 人力资源 视频游戏和Twitch等部门 今年以来 亚马逊共计裁员27000人 为亚马逊29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这些裁员和重组的举措 也让亚马逊的财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从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亚马逊的运营成本同比增长了9% 低于其营收增速 其中 配送成本增长了8% 技术和内容成本增长了10% 营销成本增长了7% 一般和管理成本增长了4% 这些数据都显示出 亚马逊在控制开支方面的努力 三 云业务增速不敌微软等 欲言爱带来数百亿美元收入 虽然亚马逊在电商和云计算方面 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但其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和困境 例如 在电商领域 亚马逊遭到了欧盟 英国 印度等地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 被指控滥用市场地位 损害竞争对手和消费者利益 在美国 亚马逊也被联邦贸易委员会 和17个州的总检察长起诉 指控其利用垄断权力抬高价格 降低购物者质量 并非法排除竞争对手 从而破坏竞争 一旦败诉 亚马逊可能会被要求重组 剥离物流业务和其他业务部门 在云计算领域 亚马逊也面临着微软 谷歌等强劲对手的追赶 根据高德纳的估计 去年亚马逊占据了云服务市场40%的份额 而微软占据了21.5% 谷歌占据了7.5% 但随着企业削减软件支出成本 AUS和更广泛的云市场都面临着压力 AUS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12%至230.59亿美元 与此同时 微软 Azure 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1%至202.5亿美元 谷歌客奥的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45%至57.1亿美元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和困境 亚马逊 Q&Jesse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预计生成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 将在未来几年间为AUS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生成是人工智能 是指利用深度学习模型生成文本 图像 音频等内容的技术 Jesse称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 将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创新和价值 四 面临重重围剿 跨境电商市场竞争激烈 最后 我们来看看亚马逊在跨境电商市场上的表现 跨境电商是指通过跨国电子商务平台 进行商品或服务交易的活动 跨境电商市场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 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亚马逊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 但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方对手的围剿 和流量下滑的局面 根据数据 亚马逊在全球跨境电商市场上的份额 从2022年的35.6%下降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31.2% 而其竞争对手们则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例如 iBay从2022年的14.8%增长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16.4% Wish从2022年的9.6%增长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11.2% Walmart从2022年的7.2%增长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8.6% Shopee从2022年的6.4%增长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9.8% Lazada从2022年的5.6%增长到2023年第三季度的7.4% 除了海外电商平台 亚马逊还要面对国内跨境电商平台的竞争 例如阿里国际站 全球速卖通 TikTok Shope 拼多多Tamu 奔煌网等都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吸引更多的买家和卖家 其中Tamu和Shine等新型电商平台更是以低价 快速 时尚等特点在美国等市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Comescore的估计 从2022年9月至2023年3月 Tamu在美国的访问量增长了10倍 Shine的美国月独立访客数也翻了一番 达到约4100万 而同一时期 亚马逊美国的用户数量出现明显下降 从2.175亿下降到2.11亿 那么 亚马逊如何应对这些竞争对手呢 我们将在下期视频为您解读 我们下期视频为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